一場門口出現行軍床 一位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帶頭跟其他國民黨立委排班合作 又在立法院睡一晚 不讓行政院長蘇貞昌 輕鬆上台 下午一點的時候 我們這個黨團 就是有排班 我是排第一棒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一班這樣子 除了行軍床 包括頭盔手套抗爭用的裝備 全部隨身攜帶 用行動告訴民進黨 戰鬥欄可不是嘴巴獎獎 不過繼續杯葛 立法院就繼續空轉 讓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 先槓上陳玉珍 把國會當作馬戲團一樣 首先很遺憾 時代力量資甘墮落為 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沒有我們把路人家調出來 好吧 調出來看你有沒有說 你不讓我質詢 我怎麼來跟他換東西 這是你親口說的 你的這種魔鬼 媒體都在 雙方你來我往 就算面對律師出身的邱顯智 陳玉珍也沒在怕 不過星期二議場抗爭 他一個人力戰綠營立尾 其他黨內男性成員 通通袖手旁觀 被笑說戰鬥藍 只剩玉珍藍 難道這一次又要靠他 一女當官 這個不是事實 因為我是黨團書記長 所以我扮演是 往前衝的角色 每個人都各司其實分工 即便黨內所有人團結分工 還是一人衝鋒陷陣 都難敵民進黨疑似開後門 偷放自家人進議場 這一招 每次宴會是前後門一起開 而且我們一直要求 一定要同時開 所以絕對沒有那種情形 後門是八點以後才開的 他跑了十秒後 你再開始跑 這樣算是公平嗎 政黨之間的競爭也必須要公平 尤其是在議事的部分 程序正義尤其重要 公平黨在一度祭出突襲戰術 黨團成員全面備戰 更斷絕所有協商管道 杯葛到底展開焦土戰 用行動展現 這一次不只玉珍藍 戰鬥藍全員都是完真的 黃宇新聞 宋君曰 黃雲竹台北報導 日韓焦點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合 台灣in or out 北周四晚間九點 環宇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